严华没料到荣华这般回应 顿时一争 又想起肯定是荣华不敢和她冲突 这才得意洋洋的一笑 昂着头走了出去 到了门外 严华转过头来 悄悄地在荣华耳边道 别以为一时惹得母亲高兴 就能爬到我头上来 要知道 我在这府里的时间 比你要久得多 荣华心里一动 严华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在告诉她 除了大太太 还有别的方法 能改变最终结果 荣华不禁望向园子里 那枝叶繁茂出 算得再仔细 也难免会声变端 午时 大太太正要吃饭 外面说 书华回来了 大太太忙让人贴了碗筷 又冲着书华招手 真好 过来和我一起吃 书华笑眯眯地坐下 给大太太布菜 自己却不动快 只管让秋和拿来一盒糕饼 家里的厨娘新学的花样 特意做好 给母亲送来尝尝 大太太尝了一块 酥软的外皮入口即化 里面的馅料甜而不腻 大太太连连点头 是很好吃 怎么想起来 琢磨这些吃食了 书华顿时脸一红 也没什么 上次吃了春瑶做的 十全十美牡丹糕 就想着也寻人 多做些花样出来 大太太明白书华的心思 正是因为当时女婿喜欢 女儿才会私下里去琢磨 那怎么样 大太太问得十分隐晦 书华脸上一闪黯然 口中却说道 婆婆也说好吃 大太太不由得冷声 你这般用心 姑爷爷不觉得好吗 书华盲说 也不是 她素来不喜欢甜食 大太太沉下脸来 书华一直是个争强好胜的 却没想到嫁去侯府 这么长时间 竟然会被压制得死死的 整日里只想着 怎么讨好男人 费尽心机 却也不见一点成效 赵宣华看着温文儒雅 不管遇到什么事 却也是不温不火 让人看不透心里 到底想些什么 书华却只当 她就是这样的信心 说她果然是这样 当年就不会和荣华 弄出那么一段死情来 她怕的 就是女儿 摸不透丈夫的心 不懂得摆弄 落得一辈子被压制 若是再生不出一男伴女 那就更加 而书华又是个没计较的 想到这里 大太太也就没了胃口 招手让冬蕊秋和两个人用 自己拉着书华去说话 母亲 书华想起了此番的正经事 那药方我已经给了婆婆 婆婆也允诺我 会想办法将这位药拿出来 大太太点点头 这是她早已想到的事 毕竟这些年 一成侯府要做的事 她没有一件是拟着来的 就是想关键时刻 能用得上 母亲准备带哪位妹妹去侯府 大太太还未说话 书华就已经笑着说 我看也不用挑人了 八妹妹就是个俊俏的 大太太看了书华一眼 之前还没有计较 怎么现在就有了这样的主意 书华又答 毕竟是个外父养的 我们都不知晓她到底怎么样 阎华在您身边时间长了 到底是知道她的真性情 再说了 八妹妹生的模样那样俊俏 进了上书府 也能惹人欢喜 大太太微压下心底的疑惑 阎华呢 你有没有想过 凡事都要长用有序 再说 我瞧着你婆婆 对阎华是喜欢的紧 书华道 破例一次又何妨 再说前面有二妹妹的例子 我婆婆不过是想要个相貌好的 八妹妹打扮一下 比谁又差呢 大太太道 秋和来的时候 还说你没主意呢 今天怎么反倒有了想法 她顿了顿又道 知子莫若母 你不要凡事都去跟她讲 平日里也要多多为她考虑一些 书华不禁沉了脸 就知道你是疼她比我多 大太太洋装发怒 这不都是你做的呢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 哪里有她后来的祸事 书华连忙又笑了 是我是我 都怪我小时候不懂事 等她好了 我这债也就该还清了 大太太不禁也笑了 叫到陈妈妈进来 去 把八小姐叫过来 陈妈妈这才去叫荣华 荣华正在软榻上休息 迷迷糊糊中 听到外面有人说话 刚坐起来 春瑶就开门进屋里 看到荣华醒了 急忙招呼木槿倒茶 荣华喝过茶 还没开口问 春瑶已经说 大小姐回来了 东人说是来接太太 去侯爷府看堂会的 该来的还是来了 她和言华都知道 大太太带谁去侯府 谁就会配了那门婚事 外面都在传言 吏部尚书府的妾室 想必也不是空穴来风 正想着 已经有丫鬟在外面道 陈妈妈来了 荣华忙整理好衣衫下了床 陈妈妈撩开帘子走了进来 看到荣华立即就笑了 八小姐 太太让我叫您去一趟 陈妈妈的表情颇有深意 加上府里这两日的气氛 就算不明旧里的丫鬟 也隐隐地感觉出什么来 木槿的脸色已经变了 荣华笑着大英 我收拾收拾 这就过去 陈妈妈不得不佩服八小姐 若不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那就是有临变不惊的气度 陈妈妈离开了 荣华让木槿整理一下 她头上的发誓 荣华坐在景物上 木槿的手已经微微颤抖 春瑶刚撩联送陈妈妈出去 木槿就已经顾不得许多 凑到荣华的耳边 小姐 万一大太太真的是要把您 那可怎么办呀 是啊 好多事她还来不及做 本来是想一步一步地准备 却没想到横生之节 如果就这样将她匆忙地嫁出去 她也没有办法 小姐 要不然 要不然 荣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这些事她早有预感 可是她分明已经得到了 大太太的认同 难道这一次 又会像之前一样 到了最后关头 功亏一篑 插上珊瑚珠的发簪 荣华站起身来 春瑶回到屋子里 平日里不大表露情绪的眼睛 也露出几份担忧 刚刚她将陈妈妈送出去 陈妈妈交代了几件事 渐渐都是急的 分明是要她忙得难以分身 之后陈妈妈又说 这些事啊 只有你才能办 八小姐那里 就让木槿跟着 话里话外 都透着大太太 要带八小姐去侯府的意思 春瑶知道大太太 这是变相地将她要回身边 八小姐要嫁人 也是木槿跟着嫁过去 整件事本来与她无关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想起八小姐 平日里和善的样子 她心里就有些难过 这样好的人 竟然就要成为 家族利益的牺牲品 送去做人的妾室 春瑶正不知道 要说什么好 八小姐已经走到她身边 甜静柔美的脸上 露出些笑容 京西有个王级绣妆 里面有个姓段的绣娘 如果你有需要 就请人让她进府里帮忙 八小姐这是在告诉她 会绣那芙蓉花的绣娘 春瑶愣了一会儿 只叫了一声 八小姐 八小姐笑笑 眼眸闪动 仿佛洞系一切一般 鼓励地微微点点头 荣华慢慢走出去 人人都在命运中挣扎 就算她已经掉入泥沼 却也愿意看着别人能走出去 哪怕只是一线希望 荣华带着木槿进了大太太屋里 大太太正和大小姐在聊天 屋子里的气氛愉快得不得了 荣华向大太太和舒华服了个礼 大太太连忙招手 快坐过来 我和你姐姐正说起你呢 你姐姐说你漂亮又大方得体 领出去不知道会给我们家 挣多少脸面出来呢 荣华被说红了脸 大太太慈祥地笑笑 你看看 就是脸皮薄 我原本说留你在家 可你姐姐说了 要让你见见世面 历练历练 大太太说得是那么恳切 让人听起来 心里暖洋洋的 早些告诉你 你好准备准备 明天我就带你 一起去一城侯府 说着让冬蕊拿出 自己的首饰盒 你挑几样首饰 要打扮漂亮些 侯府可不比在家里 这样随便 荣华点点头笑着硬了 冬蕊将首饰盒打开 荣华挑了一串英诺的项链 一只桂枝绕的翡翠珠钗 舒华眼看着 此事便要成了 心里一高兴 从自己手腕上 拿下一只翡翠冰花的手镯 拉起荣华的手 戴在她的手腕上 这只镯子 可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 卖给我的那人说 撕着镯子般珍贵的用料 戴上可是要增福的 现在我将这镯子送给妹妹 能给妹妹带来福气 也不一定 翡翠镯子 戴在荣华手腕上 舒华笑眯眯地 拉着荣华的手 给大太太看 母亲看看 把妹妹带着 可不是比我还要好看呢 说着又看向荣华 妹妹这样漂亮 若是引得 哪位贵人看上了 那可就 荣华不明旧理 眨着眼睛 被舒华 颇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 立即面似芙蓉 略带羞怯 舒华更是得意 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就这样简单 她不过是配合母亲演出戏 荣华还当是什么天大的好事 落在她头上 若是此时此刻 荣华知道自己将嫁给人 做妾事 不知道又是何等的模样 随手摆弄小人物 不管她愿意 还是不愿意 都无法反抗 比任何消遣都来得刺激 这就是为什么 人人都想高高在上 舒华又将荣华挑好的首饰 给荣华仔细戴好 只是衣服旧了些 荣华低声回答 香笼里还有几套新衣服 舒华的笑容带着细血 无论是谁 都会觉得异常的不舒服 舒华是想要将她 打扮成一件礼物 送给别人 却在送的过程中 找到了乐趣 将她扔向云端 然后摔得支离破碎 却仍旧对大太太 安排的这一切感恩戴德 只会怨恨命运不公 这一直都是大太太 关用的伎俩 大太太笑着看了一会儿 终于发话 别静拉着你妹妹说话了 让她好下去准备准备 明天一早还要走呢 舒华这才依依不舍地 松开荣华 大太太道 看到你们姐妹这样好 我也是高兴 舒华还是第一次 和妹妹这样亲近 我们荣华长得也是可人 任谁看了都会喜欢 舒华道 是我和八妹妹有缘 第一次见 正觉得是认识般 想来是前世就急下的了 荣华只是在一旁 微微笑着 大太太和舒华都交代完了 荣华又说了几句话 就带着木槿离开 回到屋子里 春瑶已经去做 陈妈妈交代的事 不提 荣华进暖阁里 做针线 木槿站在一旁 不言不语 等到天色渐渐地暗下来 木槿几步走到荣华身边 似是拿定了主意 小姐 要不然咱们逃吧 走得远远的 离这里越远越好 哪怕将来过穷苦的日子 嫁到清贫的人家 也总比像现在这样 被人当作东西一样 送出去 又好得多 嫁给人做妾室 结婚时 连礼服都穿不得 只是让人拿轿子抬了去 每日里 还要向正式敬茶 好好地一个小姐 荣华头也没抬 只是微微一笑 要逃去哪里 你也不是没有逃过 木槿顿时违对下来 是呀 她也不是没逃过 可是到头来 还是被扔在乱葬岗 那要怎么办 要不然去求求老爷 或者还有什么办法 再求求太太 小姐 你怎么还能像个 没事人似的 再秀那些 又有什么用 荣华并不说话 木槿虽然心急如焚 却无计可施 木槿知道七姨娘 给八小姐留下了一笔钱 就是要以备不时之许 现在到了这个关头 该想的办法 已经全都想了 她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比逃跑 还要好的路 等到时候 定了婚约再想逃跑 那就是难上加难 小姐出嫁前 府里都会加派人手 她又不是没见过那阵仗 木槿正胡思乱想 门一开 夹着风迎面忽然冲进来个人 将她吓了一跳 盯下神来 她这才喊了一声 二爷 荣华放下手里的东西 抬起头 正对上红哥那双 焦急的眼睛 姐 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大太太要将你 嫁去立不上叔父 做妾事 消息传得这样快 荣华还没说话 红哥就又急着说 姐 你别瞒我了 我都知道了 说着 她紧张地看看周围 木槿立即领会 忙走到门口去守着 红哥敲声道 说后门的张婆子 最喜欢耍钱 十天 有三两天 就会和院子里的 其他婆子聚在一起 赌博吃酒 今天大小姐回复 前面虽然少不得要忙 可是却没有 这些婆子什么事 我特意交代了一个可信的 让她带了韭菜去 等到后半夜趁他们醉了 我就想办法拿了钥匙 让你从后门送出去 红哥说着 从袖子里拿出几张银票 这都是我这三年攒下来的 虽然不多 但是也足够你用一阵子的 姐姐先找个地方躲一躲 等过几年我长大了 再想办法给姐姐学一门好亲事 木槿在外面将红哥的话 听了个大概 她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红哥和荣华 这般的情景 却因为红哥的话 安安欣喜 只要是有二爷帮忙 小姐肯定能顺顺利利地逃出去 手里有了些银两 找个地方暂且安顿下来 就不是问题 荣华一直没有说话 木槿已经急起来 走进屋子 小姐 你还等什么 快按照二爷说的做吧 我将这里的东西收拾收拾 有些细软是可以编卖的 出了门之后 我们再找一个标局 让他们护送 远远地离开京城 等过几年二爷长大了 我们再想办法和二爷联系 不能再等了呢 小姐 红哥也急了 姐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只听荣华淡淡地道 大太太还没有说 要将我嫁去上书府 再说 他抬起头 缓缓一笑 逃避不是最好的方法 能逃得今日 未必能逃得一辈子 不到最后关头 我就不会放弃 要静下心来 好好想一想 是否还有别的办法 虽然人人都觉得 一切已成定局 可在他看来 露死谁手 还尚未可知 红哥坐下来 想了又想 却没有半点的头绪 大太太分明 已经是同意的了 还有谁能改变结果 谁又能在 大太太面前说上话 刚想起这里 红哥猛然之间 睁大了眼睛 敲声说 姐 你不是素来和二姐交好 不然 你去求二姐帮忙 墨锦并不知晓 荣华以前的事 红哥将墨锦支开 才道 当年你没了之后 这府里只有二姐最是伤心 你看她现在的身体 就是那时候落了病 如果她知道 是你回来了 一定很想办法帮忙的 再说 这个府里 能让大太太听进去话的 也就只有她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